反反复复梦到自己有关节 被收走 也请师父看过图腾 确定有关节 师父也开了小房子和放生的数量 这位同修最近也一直在这么做 但是他女儿梦到他在6月4号离开 去天上 请问师父 这位同修反反复复的这种关节的预设梦 是啥意思 怎么老这样梦呢 留不住了呀 留不住呀 很难呢 很难留不住 就是说他这个节很大很大 也有可能他就是这个节大了 但是呢 他因为修得好 直接收到天上去 但是不能变成他的那个 不能变成他的兽呀 明白吗 兽他变不了的呀 那师父你说为啥他修得好还要走呢 他修得好 菩萨让他更好的在人间弘法度重 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啊 你说在人间好在天上好了 那天上好 那好了 你不是天天说要往上修吗 你现在死皮赖人赖在人间 不肯走 你还要说 明白了 为什么还要走 为什么走到好的地方去呀 问题就是 我明白明白 你比方说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过去在农村的 对不对呀 你过去在农村的 你有很多亲人 兄弟姐妹同学 对不对呀 你说现在叫你到城市里去了 叫你到大城市里去了 你说我舍不得走 我我我我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现在读书读得这么好了 我还要走啊 到好的地方去呀 那你只能放下很多差的地方 只是说 只是说现在很多人对好的地方没有这个概念呀 明白了吗 你没去过 没去过 那人家整天去的人呢 那个那叫童子呢 那是啊 童子 对 童子由天由地 真好 哎呀 你 有人家这个福气不了 没有的呀 明白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那是否童子 想去